你 不许过来 霓兰 是我 司徒医生 你快过来看看沈先生 你看看他怎么了 他 他昏迷了一个晚上 他 他完身冰冷 你快救救他 救救你了 霓兰 你别担心 他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 我有经验 你 你别哭了 他只要睡觉就好了 我先带他回去休息 好 我得先去医院 扶你回客房休息一下 我要守着他 也行 那我先走了 不 飞 飞 白月光 飞向哪一个人 我念念不忘 带着我满天星来西 风又荡 梦里就是这样 是这样飞滑月光帮我看看它是否变了模样 它爱的那一首歌我还会唱思念越来越长 一个梦的距离拾起无法抗拒 发疼的手心我来而不客气 清晨时间回忆明明都回不去 我陪你我自在前行你真的可以 藏好一个秘密我总会在后面 让我早说不清 发亮的眼睛我刻在夜空里 这飞滑月光 你像哪一个人蜿蜜蜜不忘 抬着我满天深海随风又荡 梦里就是这样 飞滑月光帮我看看它是否变了模样 它爱的那一首歌我还会唱 思念越来越长 我爱的那首歌我发展 我喜欢 frågor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眼睛看不见 家里多了个人 还真有党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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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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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你给我出去 绣姐 您慢点 我就知道你嫌弃我看不见 这怎么回事 你信我麻烦了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看你年纪小 才万事顺着你 没想到你得寸进尺 变本加厉 谁也有跟事 我当初还忽畜心灵救你 我真是看错人了 我太后悔了 给我搞出这么多麻烦 这怎么回事 你还嫌我麻烦 张妈你看看 就因为收留她 我堂堂沈公馆 都被人破了墨了 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是你骂的人太多了 那你就回米公馆去啊 沈天长 一个人都没有 多清静啊 不要不要 回就回 你这儿有什么好的 你那么有钱 天天只知道给我吃包子 大晚上都能跟个冰窖一样 你那么小气 两个暖锅都不给我 小姐 小姐 沈天长 你原谅她 你少说两句 小姐 你别这样 别吵呀 别吵 小姐 你别吵 我跟她绝练了 你别 别吵了 你别吵了 我也不想再看见你 明天我就离开海洞 沈先生 沈先生 沈 小姐 小姐 你慢点 这些什么事啊 她吵得这么厉害 她对你那么好 怎么就会吵架了的 啊 大小姐 你少说一句 这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你看这吵着 走 没想到这小丫头还挺会吵架 一会儿可千万不能惹她 让不清让不清 整个海东都传遍了 米大小姐大闹沈公管 又吵又杂的 泼辣劲儿跟她妈一模一样 这才让沈先生给赶出去了呀 这才多大呀 就是个泼妇 这以后海东谁敢娶她呀 你胡说什么呀 沈先生根本就没有 赶走我们家大小姐 没赶走 没赶走吵什么架呀 你们家老爷太太都不在 还有钱过日子吗 跟你有关系吗 不是跟你有关系吗 对 我可告诉你 他们两个人好着呢 还给我们生活费呢 沈先生只不过是出趟远门 还过来接我们呢 你 我不知道你人来了 都给他胡说八道 我没加菜 装什么装 你原来没少跟我编排 你太太长了 不买辣的吗 张妈 是你吗 是 是我 李叔叔 米兰啊 你真是我见过的 最聪明的女孩 有时候 爸爸去南方了 他不在家 我不是来找你爸爸的 米兰 你这么聪明 还猜不出来我的来意吗 不知道 沈志恒 去了哪里 我 不知道 米兰 骗人是不对的 我爸走了 我妈也走了 现在我 现在我不用挨打了 我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不想扯进你们的分钟里 沈志恒把你接到他那儿 当小公主一样养着 你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瞎子 他还没有把我当小公主一样养着 他把我抛弃了 我两句恋了 我怎么会知道他在呢 我被人侮辱了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李叔叔 沈先生从来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你为什么还要救团汤呢 李永生 你怎么能打 不能打 说 沈志恒在哪里 米兰 沈志恒是个什么人 他做过什么长什么样 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对你是不是欺骗 你也不知道 你干嘛还护着他呢 告诉我 沈志恒在哪里 秦下主角院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输 我输 大小姐确实不知道沈天荣在哪儿 沈天荣是说 他要回来接大小姐 干吗 我陪你等 好